国民党立委马文军被指控 涉入潜舰国造泄密案 而他今天在立法院质询 跟国防部长邱国正正面对决 反咬潜舰国造召集人黄曙光 说有军火商向中共泄密 却没人去查 要求检调介入侦办 另外马文军也很不满 被前海军顾问郭喜 指控是泄密立委 他指引海军六年前聘请郭喜 担任潜舰国造顾问 是否有通过安全查核 对此邱国正表示 他还要再进行了解 但郭喜做顾问一年后 就因为做了太过分的事而被停职 你要不要办 要不要办 如果没有他即使讲错话 随便开玩笑 他也可以告诉我们检调单位 说他开玩笑啊 他要让大家知道 他讲的话是笑话啊 连环开炮 把法务部长骂得哑口无言 国民党立委马文军 遭指控涉入潜舰国造泄密案 不愿白白挨打 凡有影射他的潜舰国造召集人黄曙光 曾说有军火商泄密给中共 怎么丢完这句话 就拍拍屁股没事了 要求检调介入整版 为什么大家不敢去追究这个军火商 如果它存在的话 是我们民进党政府害怕这个军火商吗 第二天我们的确海军团有跟他接触 可他这一讲说好像他并没有指明赵信权哪一个人 那现在已经进入后来接着就好像有个顾问 他又好像穿插了几句以后 整个角色我也跟多次表达 我们本来一件好事 但会闹到这种地步啊 就是不乐见的 泄密案起因于前海军顾问郭喜 称黄曙光口中的高市立委就是马文军 马文军则质疑郭喜当初被聘请担任潜舰国造顾问的决策 有没有通过安全签河 事实上我根本不认得这个人 我无从并且 海军的确有请他当顾问那一年 后来因为有些事情他做得太过分 海军就把这个问题停掉了 被国防部长说成做了过分的事 他本人可不承认 当时不是部长 我为什么要回应一个 根本就当时不在即位的 因为他是大番薯啊 后来大概做有一些账家有意见的事嘛 我又过分啊 那我很抱歉 泄密案谣言满天飞 国防部长出面要求停手 任何政治攻防 对沃国国防发展都不是好事情 这里是网维成台报道